請問一下委員就是說因為之前有傳說你要接副市長嗎 也在談補選的可能人選 那有譜了嗎 還是說會等到二月之後才會選起就不用補選 欸這個真的是假設性的問題喔 對我來說今天就是來幫洪威的忙 所以現在呢在協助萬安的就是交接的工作 所以抱歉這假設性問題我是不方便回答謝謝 我想問一下委員 因為現在青壯世界都在喊出世代交替委員 這邊知不知識 對國民黨來說呢 其實我一直都在鼓勵年輕人 的確要給他們參政的機會喔 但是世代共融 這是國民黨最好的特色 這是我們老中青都有 那我們都是一起發揮戰力 所以世代共融這部分我想我們需要來共同努力 彭副市長的確是說禮拜五跟就是禮拜一 他呢會回高雄 所以呢他就不會出席喔 不過我想對交接小組來說 重點還是要把交接的24項的內容 把他清楚的做一個了解喔 所以事實上當然事實上副市長去可能是一個代表啦 可是我覺得重點還是要把現在的市政工作能夠交接好 那到時候12月25號 蔣萬安擔任市長之後能夠無縫接軌 這是交接小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內容 那這一次就是說因為許恆平議員也在 就是今天會跟您一起來就是做掃接 那如果說議員這邊去接這個副市長的工作 那會不會覺得說是可以交放給他是蠻適合的 先講說第一個是這是假設性的問題喔 第二個據我知道今天來的議員應該是王洪威是同質詢組 我們在議會都有質詢組 那質詢組之間的感情本來就會比較好 那今天呢事實上是大家都想來當洪威的分身 所以我們就立法委員跟議員就共同出來 所以是這樣的因素 所以大家會一起來幫洪威來拜票 您覺得台北市副市長會余皓傳說不適當嗎 抱歉應該都是假設新聞 而且應該要請問蔣萬安市長 請教一下剛剛在廣播中有提到說 現在是否有很多同事在裡面 那在這一次找小內閣是不是有親自去徵詢蠻多過去的同事 當然這個徵詢還是由蔣市長來徵詢 那我們會提供一些人選給他去做徵詢 大部分大概是這麼樣子 有沒有大概幾位 不喔這個大概我沒有去計算 但是比較偏重的大概都是工程的這一個部分 那其一的部分大概就這個另外的由蔣市長去做 因為傳訊這個媒體人蔡市平將會接任文化局長的部分 您剛有說就是還是要有蔣市長這邊來對外公布 因為這一部分可能我不知道 所以只有蔣市長這個大概徵詢才能夠對外宣布 那你認為他算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嗎 是不是在政治文化局 當然我們都認識啦 如果他願意來加入這個團隊那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那在徵詢工程類這些人的過程當中有空閉的狀況嗎 還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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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太老了吧 剛剛有提到說下午會進行交接的部分 有沒有接對哪一塊來進行交接 不過大概府裡面大概前面他們有去這個開了一些這個交接的項目 那當然就由這個柯市府他們去做決定 是從政生副市長跟您做對接嗎 這個大概應該是啦 應該是 那當初是什麼原因就是從原本拒絕然後突然到接受 是因為蔣市長他三過毛路 不 這個當然啦蔣市長相當的誠懇 那我剛才也講過希望如果假設我們能夠提供一點經驗 那加上蔣市長的創意年輕的這個部分 對台北市有一些幫忙 那我想我也願意 因為我剛才講過我待在台北市已經三十幾年 雖然那條歌唱說這個台北不是我的家 那台北其實是我永遠的家 我希望在這個假設 當然這兩年我過的確實是很快樂啦 那如果能夠提供一點意見給蔣市長對台北市民有幫忙 所以大概又又跟他聊下去了 市長接副市長之後韓市長有跟您聊聊嗎 他是最大的幫手 把我推到火海的最大幫手 是不是韓市長還蠻糾結的 那現在其實糾結的心情都已經怎麼回事 應該還好啦應該還好啦 我剛才也講嘛不管我太太啦 我們現在公司的董事長副董 每一個人跟我講說這公司是小偶到市府 如果能夠提供一點經驗 我們要為民服務 他是一個大偶 然後我想這個大概是我最大的目的好不好 對啦這個大家應該對我有了解 我也沒有要想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這一個部分 如果亞公平要就是工作嘛 那如果能夠有幫忙 對這個城市有這個幫忙 那我們就起床 謝謝 市長怎麼看這個蔣萬間公布他的小內閣 那被發現說裡面其實留任和回鍋的都不少 你怎麼看 應該這樣講啦 我看他有一些風格各種蠻像 用很多事務官上來的 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當過 好處是業務比較熟悉 我想他上線都比較容易 市長有沒有看說蔣萬安看起來留任了很多你的局處首長 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啊 這表示我的局處首長非常優秀啊 會不會覺得他都找不到人的感覺 這表示我的局處長太優秀了 因為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這次國民黨當選的人很多 所以他們就是要造成他們就是大家都在搶人 所以也是不是也導致就是說你這邊蠻多局處長 是被徵徵的 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我長期在研究 其實我們台灣還是要重建文官制度 不要說因為一個人當選 換一大堆人 我覺得這不太好 據我所知 好像換一個總統要換六千個職務 所以說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利益集團 所以如果我們慢慢恢復文官制度 就是說 有誰當選那換的人都不是很多的話 然後盡量恢復文官制度 對台灣的長期發展是好的 李四川是已經接任副市長嗎 還有陳永德議員是不是要接任民政局長 第一波的人事安排 下個星期我就會正式跟大家介紹 川北不只是有工程的專業 他過去在台北市公務機關 也服務了25年 對台北市政非常的熟悉 不只如此 他也擔任過新北市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行政院秘書長 豐富的行政經驗 成穩精準的市政判斷 還有他調和抵耐 溝通協調的能力 都有助於未來跨縣市的合作 也是台北市目前最需要的全方位人才 市長不是找黃三三擔任民眾黨秘書長嗎 你們這些鯊魚 我們不是下午有定時定點餵師的計畫 市長你怎麼看高雄彎現在被傳出跟助理篡政 助理篡政 你覺得他會有檢標來被殺他嗎 啊 市長每天 市長2024有可能會有藍白河 因為藍營現在好像覺得不用靠你也可以贏 市長昨天是不是在尾牙上面對那個 檢出培跟那個 毛病要下贊子 我們是表現的我們的市長 你現場指導長 最歡迎我們為我們正視長 我太會走了 我這麼多年來整代都不能 想講我想講的話 到下個禮拜你們看我怎麼 K那個 K誰 從那個 那是誰 我們時間還好 我們時間還好 真是個朋友 對不對 很多 XX的啊 換你了 我不當市長了 我可以吃過 各位同仁 如果我有對不起 你覺得 壁話為什麼可以這樣 瘋了 只有這一點其他都沒有了 有啦有好多啊 對不對 對不起 勾了 我相信你以後你沒見勾的事 不快樂的東西 沒有就是不經一般彈測苦 淹得美方苦 不相當苦 我這話感到苦 對 被你指的事情 來 總部組 很久沒有帶現金的 你有沒有郵遊戶 哈哈哈哈 市長這邊齁 那時候我們在 直立面的 我直接說給你 哈哈哈哈 我們大家很想要聽你唱 對耶 Youtube歌手 好不好 小唱歌幫我們組長好不好 Youtube歌手 我相信一個 你可有 我可以 得起多交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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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可以 對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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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淚 是唯一的 是 我可以 我公開 我公開 不能走的 哈哈哈哈 但是會飛得更遠 更高 欸 我這麼多年來整代都不能 想講 我想講的話 現在可以講 現在可以講 不會 到下個禮拜你們看我怎麼 K那個 K誰 從那個 那是誰 我們時間還好 這是個朋友 很多XX別答 觀念 有是什麼難比